一名美国台医的肺部和重症照护专家 在医院负责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回到家后他选择住在车库里 以保护家人不被病毒感染 低迷郑医师在脸书上传贴文 他于3月14日便开始睡在车库里 郑医师表示他第一天睡在车上 之后转移阵地 在医院睡了4天 第5天妻子传讯息给他 建议他可以在自家车库里搭帐篷 同时他也呼吁在疫情爆发期间 大家都应待在家里 不仅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感染 也是帮助在前线对抗疫情的医护团队 所以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待在家里吧 让我们一起祈祷疫情能尽早结束